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别的女人的 我可记住这句话了啊 咱们俩不吵架 不争执 不互相生气 不赶我走 永远不会的 要是这样赶紧走的话 那咱俩一块走 一块走 走去哪儿啊 去天涯 去海角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这是一个永远 都无法原谅的错误 我们不得了 太好了 我都把它捅了 这也要是 你不担心 这不知 是不是 别的 我们想找你 做什么 是 我还给你 我想到你跟我说的话 再也做不到 同样的夕阳 同样的害怕 就是我一个人在这 慧姨 慧姨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不是个好戏 慧姨 如果妈妈真的找不到你 我就 前两天 我一直反对 这林坤的事 让我暂时忘了 怎么今天更严重了 难道 难道是 我暂时 郑太太 你醒了 请问你是 是这样 前两天呢 你昏倒在海边的沙滩上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 发现你在那儿 所以我就把你送到医院来 对了 你的行李在这儿啊 来 谢谢你 不用客气 这位太太 你叫什么名字呀 家住哪儿 你怎么会昏倒的 我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 我怎么帮你去找你的家人呢 这位太太 慢点 这位太太 你这是 这位太太 不好意思啊 刚才医生说了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需要静养休息 而且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而且 而且什么 我要恭喜你啊 恭喜我 恭喜这 刚才医生说啊 你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我怀孕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的怀孕了 现在又能跟谁说 这位太太 这位先生 谢谢你 这位太太 你 你的行李啊 你 你的行李啊 我刚才呢 看你从音乐里面出来 情绪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就一路跟过来了 结果我看到你在 是你啊 谢谢你 我刚才去医院 护士跟我说了 我的医药费 是你帮我结的 我箱子里有钱 我欠您多少钱 不不不 你别误会 我跟着你啊 不是向你要钱的 只是那天 你突然从医院跑出去 我有点担心 所以我就今天 不好意思 你别误会我没有恶意 是这样的 我呢 每天下班以后啊 我都 我都会到医院和沙滩这边 转一圈 看能不能碰到你 我给你把行李啊 还给你 不好意思 我不是害怕 您是好人 您救了我 还帮我交了医药费 谢谢您 不用客气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刘 叫刘天祥 目前在一个学习里面做好事 刘老师 您好 我姓林 叫林敏珠 林小姐 林小姐啊 我 猫妹的问一句啊 你是不是和家里吵架了 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怎么会 一个人在这儿呢 我 我以前来过这儿 现在不知道要去哪儿 林小姐 你现在是已经怀着孕了 你这 你这一个人该怎么办呀 我 林小姐 对不起 林小姐 我这 我只是怕你晕倒 因为医生说了 你有严重的贫血 嗯 我有严重的贫血 是啊 正因为这样 我才比较担心你 林小姐啊 你如果没有地方去呢 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但是我想知道 你的一些更多的情况和背景 你看 我 你不真可惜 林小姐啊 要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得先找一个地方落脚才行啊 离开了王家 妈也搬家不要我了 我要找个地方住下来 然后自食其力把孩子带大 不能让孩子跟我受苦 来到这儿或许是天意 不如我暂时住下来吧 终有一天 我一定要再回去 刘老师 我想 先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住下 我没带多少钱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我学校宿舍啊刚好空领一间 那儿的环境还比较单纯啊 你要不我先去看看 对了 您的行李还在我那儿呢 林小姐 请进 林小姐 这就是学校分过我的房子了 刚才来的时候你也看见了 我们这儿的邻居呢 我们这儿左右的邻居呢 都是老师 只是我这儿条件比较简陋 你不要嫌弃啊 刘老师 您别这么说 您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很感谢你 林小姐 你别客气了 对了 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 来 好 留意去 就这一件 林小姐 请进吧 这就是你的房间 条件比较简陋 对 这边有个独立的洗手间 我帮你去拿行李吧 刘老师 放哪儿了 我来拿吧 不用不用 我帮你拿就好啊 行 林小姐 没事没事 我 我给你放 你的行李都在这儿了 对了 我就住在隔壁 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告诉我 刘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不用 不用的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你先收拾一下吧 我去忙了 对不起啊 放到这儿了 谢谢你 不用客气 对 对 走了啊 走 孩子 那些人的命怎么不好 偏偏在这个时候怀上了 你爸爸不要你了 妈妈要你了 妈妈会把你平安生下来 把你的药打成这样 慧怡 慧怡 妈妈又梦到你了 你怎么真的有小孩的哭声 你怎么真的有小孩的哭声 你这个哭声 你这个哭声 刘老师 刘老师 真是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吵着你了 没有 这是 我女儿 你女儿啊 是这样的 白天我上班呢 我就把她送到托儿所 马上的时候再把结婚 那孩子母亲 是这样的 我太太呢 是我女儿的时候难产 我在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没关系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是一个人在这边工作 这边也没有个亲戚 所以没有人帮我带孩子 想上我笨的 所以呢 手忙脚乱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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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啊 刘老师 你一个大男人 白天要上课 晚上还有批改作业 你怎么带孩子啊 没办法了 这日子总得过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熏熏今晚 熏熏是我女儿的名字 她今晚呢 特别困扰 让我抱抱好吗 这 来 我抱吧 好 林小姐 怎么这孩子到你身上 这一会儿就不哭了呢 我看呀 你好像刚喂过他奶 拍拍就好了 他肚子胀气 我真没想到啊 林小姐 你的孩子还真有经验 是不是以前带过孩子呀 林老师 您赶紧批改作业吧 孩子 我帮您带着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都这么帮我了 我帮你看看孩子算什么 晚上熏熏啊 就跟我睡吧 林小姐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你